第2578集 北斗 叶凡在这里盘根了半个月 惊严法阵 而后又认真补充 将此地重新布局 外界更加难以破入了 最为关键的是 他留下了天地印记 赋予了此阵真正的生命 等若他亲临在此 只要他不死 除非能战败他 不然根本破不开法阵 庞博看着程仙池 一阵悠然神亡 那里如破碎的胎盘般 当年这里真的孕育出了一个仙气吗 令他都想躺进去试试 这天地自然 真是神异与其妙 仙山祖地居然可以孕仙气 叶凡文言摇头 也不见得 那段岁月太孤远了 谁能说得清 说不定仙中早就有了 是被人祭练出来的 只不过埋于昆仑而已 所谓的帝尊 让仙山二次孕育宝气 也可能是借此炼气而已 龙马最实在 一口就咬掉一株药王 满嘴流光一彩 狼屯虎咽地吃了下去 叶凡摇头 这家伙就是贪心 西年他已经吃过几株药王了 满嘴流光一彩 狼屯虎咽地吃了下去 叶凡摇头 这家伙就是贪心 西年他已经吃过几株药王了 早已有了所谓的抗药性 几乎没有了多大的作用 还不死心 真的没用了 龙马善善地说道 天赌英才呀 我还没有成帝呢 贼老天 你怎么忍心收我 他自然也出现了老态 如午后的太阳 不再鼎盛 在今后的岁月中 会越发的暗淡 轰隆一声 叶凡撕开虚空 让这片先帝隐去 仿佛从人界消失了 又与此地徘徊了数次 叶凡研究法阵 名无大道 了解足够多后起身 要就此离去 忽然 一头小白虎冲了出来 只有一尺多长 心相扑鼻 道则缭绕锐光万道 极其的玄妙 令人神意 是不死药 庞博吃了一惊 这些日子一来 叶凡早已发觉了他 事实上 当年第一次来这里时 就发现过他的踪迹 只不过 那时没有看清 昔日 蜘蛛不死 神要逃避 如受惊的小兔子一般 不肯过来 而今却像是豁出去了 主动露面 传来微弱的精神波动 请求叶凡带他一起走 叶凡一阵感慨 他也走到了这一步 由不死药主动追随 在古代 几乎每一位大帝 都会养有一株不死药 相败一生 居文药中蕴含着 惊天的大秘 那就随我一起走吧 世间的不死仙药有数 每一种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白虎神药 壮若一只小白虎 长有叶片根莖等 整体雪白如玉 霞光灿烂 掀起蒸腾 他早已拔地而起飞了过来 而后没入了叶凡的顶中 希望大帝可以庇护他 不用担心外人打他主意 叶凡离开成仙池 外围地狱神光一闪 一株老手屋出现 同样锐光万道 当年亦曾得见过 是一株半神药 当年老手屋曾经告诉过叶凡 狠人大帝来过 有不死药院相随 却被拒绝了 也曾告诉他 荣成氏来过 后来人参果树 与其一同离去 大帝 能带上我吗 老何手屋似乎很激动 不曾想 当年遇到的少年 而今成为了大帝 他只有微弱的神识波动 同不死药一般 并不能修行 你无需这样 隐居在成仙中心处就可以 没人会伤到你 叶凡想了想后这样说道 撕开虚空 将老手屋送进成仙地中央宝土 他想了很多 时间没有不朽的传承 若是有朝一日 天庭也有衰败日 那么 这里可能会是一处值得退守的净土 他知道 长白山还有一株伴神药 祖身 不过却没有去理会 就这样离去了 故乡事已了 叶凡斩断了陈元 就此登天而去 再也没有回头 这里留下了他最宝贵的记忆 不曾忘记 难以摸灭 只是在今后的无尽岁月中 他只会在星空另一岸 偶尔遥望了 六千五百岁 他如日中天 还在上升阶段 可是身边的人却都开始老迈 叶凡决定一路走下去 沿着当年的天路轨迹 看一看昔日各地的故人 因为这也许将是与他们的最后一面了 北斗 南狱 灵虚洞天还是个小派 但是传承未灭 就是最大的幸运了 叶凡与庞博当年的修行之旅 就是起始于此 师父 我又来看你来了 庞博鼻子发酸 走进那片废墟中 废墟上有很多坟 虽然有些古老了 但是看得出并不荒芜 时常有人来此打理 一座古墓 上面刻写着吴清风三个字 庞博落泪 那是他真正的师父 也是引领叶凡 走上修行道路的人 老人早已逝去六千多年了 却依旧让人难以忘怀 虽然死去了 但是他在北斗 也是有了偌大的名气 因为 他曾交出了一个大腰磅礴 还算是天地的引路人 故此 灵徐洞天虽小 但也传遍了各地 灵徐洞天于黑暗动乱后 能够重立 完全是因为遥光之主 微微的缘故 因为他当年 意义出自这个小派 这也是小小的传承 有传奇色彩的另一个原因 灵徐洞天不曾有大高手坐镇 可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人 却极度惊艳 两名准帝 一个天地震撼人间 叶凡与庞博并没有进灵徐洞天 因为早已没有认识的人 一代又一代人 都早已死去很多年了 叶凡来到了遥光圣地 刚一迈入就惊动了微微 而今他公餐造化 位于这个世间 最强大的一列人类 微微亲自迎了出来 自然让该叫很多人震惊 这个世间 还有几人能引动 他们的祖师这般呢 当德西是天地来临后 全都遗产 而今的遥光圣地 神山一座座 锐其万道 云征辖位 像是一处仙家宝地 格外的鼎盛 微微有一双仙灵眼 据传可以看透仙鹿 他们落座后 自然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并不是隐瞒 可惜 成仙鹿在此开启 要在百万年之后了 不然我倒是可以用这双眼 祝叶凶一臂之力 有一段公案 我想向圣主请教 叶凡提到了一桩陈年往事 微微点了点头 撕裂虚空 出现一座牢狱 当中囚禁着一个 劈头散发的牢者 那是一个大圣 他得到过 和人大地的部分传承 交出了遥光 已交出了华云飞 欺身我们这一脉圣地中 微微说道 点出他的身份 昔日他没有这么强 只是天地大变后 才慢慢突破的 且不止一个人 只是那些老古董 都早已作画了 而今只剩下了他自己 当年 是他将遥光的龙纹黑金顶 借给了暗夜君王 在北御神城 欲杀江圣王 微微道出了这桩公案 她是一个手段高超 天赋绝伦的奇女子 以一己之力 离听扫学 平掉遥光内的暗流 主掌了一切 当离开遥光圣地很远后 庞伯说道 我想 如今的他也参考了 狠人大帝的法门了吧 有或没有 都没什么了 他走进太玄门 朱利也已重立 之前的山门早毁了 他们竟直来到新捉风 让人意外的是 见到了李若瑜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